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缩的王朝之一 秦朝虽然短命 他对后世的影响却优远连长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 秦始皇不能建立一个传之万事的王朝 但他所建立的帝国制度 虽偶有间断 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持久的政治制度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 秦朝的名称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 秦字的背后拥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渊源 白家讲谈特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张一青 与您一起谈古论今 书汉字 今天的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王朝 秦 看看他这个王朝的名称 他是怎么来的 一提到秦朝 我们会想到他的这个创立者 秦始皇 秦始皇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大名鼎鼎 以至呢 后边关于他的故事传闻都很多 从多个角度 大家去评述他的功过是非 那么秦始皇呢 他呢 姓呢 姓盈 他呢 是赵氏 以前呢 就是说姓和氏呢 是两个概念 姓呢 是在母系社会的时候 非常少 就那么几个姓 然后呢 不断地有部落 有分支 那么就有了氏 所以秦始皇呢 他当时的姓呢 是赢 他的氏呢 他是赵 他呢 在历史上呢 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他呢 继承了秦国 一贯的这个 征战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么从公元前 二百三十年 这个秦始皇呢 伐灭韩国开始 他呢 就吹响了 统一六国的 这么一个号角 那么最后呢 他于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他终于呢 就统一了六国 完成了霸业 那么在完成霸业的过程当中 秦始皇和整个的秦国 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人力 财力物力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用两年的时间 灭掉了在东南方的 一个群雄里边 很有名堂的 楚国 就这么灭掉 楚国一战 两年的时间 他光军粮一项 他消耗了多少呢 经过后代很多人的研究 就光军粮一项 他在这两年里边 消耗到 折合成现代我们计粮的单位 是五亿公斤 大家想一想 这五亿公斤 是多大的一个数量 这五亿公斤粮食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我们从几个方面 可以来看一下 在战国时代 各国之间征战不断 所以呢 他管辖的疆域呢 也是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那么秦朝呢 最小的时候呢 说是三十万平方公里 最多的时候呢 说有百十万平方公里 那么我们呢 取一个中间的数 就说它是五十万平方公里 那么五十万平方公里的 疆域面积 也不可能都是耕地呀 它的耕地有多少呢 那么我们按照现在 我们全中国的耕地 大约是国土面积的 百分之十五 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 还达不到这个数 但是我们就按这个比例算 那么算下来 大约它的耕地面积 有五亿亩 那么当时的亩产是多少呢 当时的亩产 我们也取一个中数 偏上一点 大概每亩呢 是六十公斤 那么六十公斤 五亿亩 它就有一个总产量 但是这些产出的粮食 可并不是都归国库 因为古代呢 农业有税赋 那么当时的税赋是多少呢 春秋战国时代 一般认为 一般认为 十分之一 那么按照这样一些数字 算下来 大约 秦朝每年 能够从农业税赋里边 收到国库里的粮食 大约是五亿到六亿公斤 那么我们想一想 光是罚灭楚国一战 光是军粮一项 它就几乎消耗了 国库一年的粮食 那么更别提 其他方面种种的付出 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诛灭六国 结束了春秋战国 五百多年分裂割据的局面 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 多民族的中央集权之国 据史料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诸侯都被称作君或王 已经一统天下的 秦王嬴政认为 过去的这些称号 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 于是他采用三皇之皇 五帝之帝 创造出了皇帝 这个新的头衔 授予自己 从此以后 皇帝就成为了 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那么对于名号 如此在意的秦始皇 对于他所创建的王朝的名称 又会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民间说呀 在秦朝的时候啊 他起家的这个秦帝的这个秦字 当时写成呢 上边两个王 下边一个墓 用的是这个秦字 但是秦始皇呢 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字 他说这个字 上面两个王 下面一个墓 就相当于两个王 并排坐在一个椅子上 我的业绩 有哪个人 能跟我并排呢 所以呢 他就说这个字形不好 他就让他的文臣 就来要想一个办法 要换掉这个字形 就说我不要这个秦字 你们再找一个秦字来 替换掉它 然后他的大臣们呢 就开始想办法 说用一个什么字形 能替换掉这个字呢 于是呢 他们就揣摩秦始皇的心思 他们知道秦始皇呢 对自己的业绩呢 非常的自负 所以呢 这些文臣呢 后来就想出一个办法 说不用这个秦字 要换一个秦字呢 干脆这么换吧 说大王您的这个业绩啊 名垂史册 您一个人的功劳啊 顶得上其他 所有帝王的这个业绩 当时有一部史书 春秋非常有名 那大臣就说 您的这个功绩啊 完全抵得上半部春秋 所以呢 我们就取春这个字的一半 取秋这个字的一半 我们把它组成一个字 叫秦 我们的这个朝代呢 就叫这个秦 因完全相同 字呢 换了 秦始皇一听 这个群成这么说 心里很高兴 说好好好 我们就用这个字 那么秦呢 就用了这个字了 但是我们说了 这呢 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 它的真实性呢 跟历史完全是对不上 我们为什么说它对不上 我们来看这两个秦字 第一个说 当时秦就写成 上面两个王 下面一个木 这个字呢 实际上跟后来秦朝的这个秦呢 半点关系都没有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个字 在秦朝的时候 根据现在的文献看 根本还没有出现 它是到宋朝的时候 才出现的一个字 而且呢 它是钢琴 小提琴 这些乐器的 这个琴的 民间的一种俗的写法 也就是现在管它叫一体字的 所以这第一个秦字 只是一种传说 那第二个秦字 现在秦朝的秦 为什么说从半部春秋 这个角度 由春的上半部分 和秋的左半部分构成 也是有问题的呢 因为呀 秦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它统一文字 文字用的是小传 而在传书里边 在小传里边 春和秦 它的字体是这个样子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这春字头和秦字头 这两个字头 在秦始皇的时代 完全不一样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传说 只是民间 由于秦始皇这个人的个性 附会上了一些民间对他的评判 然后给我们后代呢 留下了这么一个传说 它的真实性呢 毫无疑问 它是假的 并不是真的 那么这个秦 到底是怎么来的 到底它有些什么寓意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字形 它在甲骨文里 到底怎么写的 这就是甲骨文里边 秦的样子 它的上面呢 是两只手 中间呢 是一个杵 我们都知道的 十字形一个杵 就两个手 拿了一个杵 那么下边呢 是两个和 就是和苗的和 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和 这就是秦子最初的 这个字形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那和肯定是跟庄稼有关嘛 跟农作物有关 那么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古代的没有 现在这种现代化的东西 它要加工粮食 比如说就是给它脱利的话 它只能用一些原始的方式 就拿一个储 敲 然后呢 把壳去掉 留了里边的粮食 那么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呢 秦呢 它就有一个最初的意思 它最初的意思呢 就是说 适宜种农作物的土壤 它表示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下边是农作物 上面呢 是加工农作物的这么一个形 那么这两部分合在一起 就是说有一块土地 它是适合生长农作物的 那么这个字呢 它就表示的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一些文献里边 实际上呢 也有关于秦 它最初意思的一个记载 东汉时期 曲慎著的说文解字里边 对于秦呢 就有一解释 它说 博弈之后所封国也 帝宜和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了秦的这个含义 就说它呢 是博弈之后的 后代封地的一个名称 这个地方呢 适宜种这个庄稼 因此我们就知道了 就是说秦这个字 它最初呢 就表示跟农作物有关 那么由农作物有关呢 它后来又有意思 就是说某一些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适合种这个农作物 那么秦这个地方 是不是适合种农作物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秦地 这个秦这个地方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提到了 博弈之后所封国也 博弈呢 是大宇 就治水的大宇 当时呢 他呢 在善让地位的时候 指定了一个继承人 但是这个博弈呢 他后来呢 被这个夏朝的这个开国者夏启呢 在争夺地位的过程中呢 杀掉 夏启呢 最后才成了夏朝的 这个首个帝王 那博弈当时呢 他就是秦的祖先 他是博弈后人的所封国嘛 当时博弈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当时啊 做的是墓业 就我们现在说的序墓业 他是养的一些 家畜类的东西 其中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马 我们都知道 马在古代呢 是一种很重要的 这么意识的 这么一个处理 当时呢 博弈呢 就是养马的 他养马养得非常好 以至于他的后人 有一个叫秦妃子 在公元前九百年的时候 当时呢 是周孝王 他呢 给周孝王呢 也是养马 他呢 当时在甘肃养马 他养马呢 也养得非常好 那么当时有些大臣呢 就把这个事呢 就报告了这个周孝王 周孝王呢 当时呢 就很高兴 说呢 这个秦妃子 养马养得这么好 那好吧 就给他一块封地吧 于是呢 就把渭水西边的几十里地 就封给了秦妃子 这个地方呢 就叫秦 他当时的这块地方的名称 就叫秦 这也就是秦 这个整个封地的源起 那么秦这个封地 说封在渭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词叫精卫分明 这个卫呢 就是卫河 卫水 它呢 是黄河呢 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流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冲击平原 就是在卫水流入黄河之前 有一个冲击平原 这个平原呢 东西呢 有八百里这么长 这八百里 跟秦在结合在一起 我们大家呢 可能就猜到了 也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八百里秦川 也就是卫河流域呢 有这么一大块冲击平原 那么这个平原呢 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中国的 四大平原之一 叫关中平原 为什么叫关中平原呢 因为这个地方 四面都是山 也都有一些关口 比如东边 它有寒谷关 西边呢 有大散关 南边呢 叫五关 北边呢 叫金锁关 就在这一些关口和群山环抱之中 有这么一块地方 这个地方呢 又是冲击平原 因此呢 这个地方呢 土壤肥沃 这个土壤到底怎么个肥沃法 我们再看看古文献里 对它的记载 史记 或者列传里 它就说过 关中 至千雍以东 至河华 高壤 卧也千里 自余下之贡 以为上田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千和雍都是两条河流的名字 就是说关中这个地方呢 从这两条河水往东 到河华这个地方 高壤 大家想想 高就是很肥沃的东西 我们说螃蟹蟹膏 我们说的膏玉 这都是很肥沃 就土壤非常的肥沃 就是从余下那个时候 它呢 就是很好的农田 所以呢 秦帝我们可见 它从这个祖上的封地开始 一直延续下来 这块地方 就是非常适合进行农事 它土壤也比较肥沃 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想秦这个字 我们说了 它跟农作物 跟农事都有关系 上面是用储来加工农作物 下面的两个河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又想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字 可不是这样啊 我们下面是一个河 那么以前两个河 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 把两河并在一起 并在一起 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呢 我们先看这个字 它念什么 这两个河并在一起啊 它有一个读音 它原先就是个字 它念立 跟它同样的字 我们大家知道 比如说两个木 放在一起 念树林的林 就表示呢树多了 一个树呢是木 那两个树呢放在一起 表示树多了 成了林子了 那么两个河放在一起 是不是也表示 农作物多了呢 庄稼多了呢 实际上呢 立这个字啊 间接的 确实也有 农作物啊 多这个意思 但是呢 它最初的意思呢 不完全就是说多 它指的是什么呢 是说呀 种的这块地里边 这些庄稼呀 它们一棵一棵的 这个庄稼之间呀 它的距离呢 比较合适 我们大家都知道 农事里边 我们常常到田里去干活 干的有一会儿叫什么 建苗 对吧 建苗是为了什么 你好好的苗 你给它拔了干什么呀 因为呀 你太多了 它就抢营养 抢营养呢 你反而收成不会好 因此呢 建苗的意思就是 说让这些 种的庄稼之间 它有一个空隙 有一个合理的 这么一个距离 这样呢 它才能充分地 吸收营养 接受阳光 这样呢 收成才会好 所以你看立 就是两个合并在一起 它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土壤里边 它的每一个庄稼之间 它科与科之间的距离 比较合适 所以我们大家就看 秦这个字 这个字呢 就是完全地表现出 就是说秦这个地方 它呢 非常的适合这种庄稼 因此呢 它这个地方呢 它的物产呢 就比较的丰厚 它的整个的农业的收获呢 就比较好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秦这个字就表明了 它用作王朝名称的时候 它的一种自豪感 那么我们看一看 秦的这个历史 历史上确实 从秦始皇 他统一六国之前 他的祖先嘛 还在诸侯国的时候 也非常的重视农业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叫商鞅 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很有名的一个法家 代表人物 他呢 在这个秦孝宫的时候 他就变法 商鞅呢 变法呢 就是当时对秦国呢 震动很大 因为秦国当时的国力并不强 比其他的诸侯国 像春秋五霸的晋呀 什么之类的 他都不强 商鞅变法呢 就是想提升国力 商鞅呢 当时他就有一些 很有名的一个论断 他其中的一句话就说呢 国代农战而安 主代农战而尊 就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呢 有了农业 有了征战 我们国家就能安定 那么我们的君主 他有了农业 有了这种征战 他就呢 位置能够越来的越高 所以秦国呢 显然非常非常的重视农业 那么商鞅实际上当时呢 也颁布了很多的 有利于国家的 这样一些土地政策 比如说 围田开仙墨令 比如说田绿等等 都是在商鞅变法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他后边 有一些后来者 在秦国还没有完成统一霸业之前 他们施行的一些土地的政策 这个政策呢 核心的就是要加强国家的这个权利 同时呢 也鼓励老百姓去开垦荒地 所以叫围田开仙墨令 就是说你呢 有一些荒地还没人种 你去开 你开垦了以后呢 你呢 除了交给国家的一定的赋税以后呢 你也可以拥有一定的私田 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 就是秦 秦这样一个国家 他在那样一个适合种庄稼的土壤 的那一个封地里边 慢慢慢慢地兴旺发达 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诸侯国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地方 和对自己的这个国体 以及他国家最基本的这种政策 他是多么地重视 他重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农业 秦始皇以原来秦国的制度为标准 整期划以全国政治 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些制度 企图尽可能消除 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地区差异 以利于统一 其中文字的统一可被影响深远 在战国时期 各国文字的基本结构虽然相同 但字形反简和偏旁位置具有差异 那么秦始皇如何将文字统一 统一后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实际上呢就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他呢在很多方面就推行了很多的 非常强势的这个基本的国策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说他统一了杜亮恒 统一过文字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先说统一文字这一项 这跟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有关 在春秋战国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因为各个诸侯国 他自立为王 他的文字的系统呢 就非常的乱 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个 他乱到了什么程度 这里边呢举了一些例子 大家看 有马字 有安字 有成字 在春秋战国时候 他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诸侯国 他文字的形体 大家就能看到 同样的一个字 他字形的差异非常大 那么这个文字的差异大了呢 他就影响到正常的交流 那么在诸侯国的时候 你还可以闭关锁国 对吧 但是呢 到了秦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 他再这样允许不同的地域 文字的形体不一样 就会给中央集权统治 带来很大困难 因此他就开始下令 让当时的丞相李斯 来推行文字的统一 那么李斯他们呢 经过了一些人 这个对于战国时候 这个文字的体系 这个比较研究 对他进行规范标准之后 就推出了一个标准的字形 统一的叫小传 那么这个小传呢 因为是产生在秦国 所以呢 他还有一个名称 他就叫秦传 那么秦传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呢 从文献上可能能看到 同时呢 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 我们也能看到它的影子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些图 这个呢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它就是一些私人的一些印章 那么在印章上呢 它刻一些字 这些字呢 就是接近小传 它叫传体嘛 这里边的三个 依次呢 有好心应缠 有上善若水 有吉祥如意 都是好词 这样的一些字形 就是很接近小传的字形 这就是秦始皇 在统一六国之后 让李斯他们统一文字 推行的当时的一个标准的字体 这是秦始皇呢 就说做的统一文字 这么一个很强势的 这么一个政策推行的工作 同时呢 他对战国时期这个钱比较乱 他也进行了统一 就统一臂制 当时战国的时候呢 有刀臂 有布臂 有乙鼻贤 各种 战国时候呢 钱臂就这么一个混乱的状态 那么秦始皇呢 把它统一 统一成两种 一种呢 是黄金 黄金呢 我们不必说 大家都知道 黄金从古至今 它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在秦朝的时候 和以后的一些朝代里边 都可以当做货币来流通 那么另一种呢 秦始皇统一筑钱 就是不许诸侯国再筑钱了 也不许私人筑钱了 他统一筑 筑的叫什么呢 叫秦半两 十二筑的钱 叫半两 样子呢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就是秦朝统一的钱币 叫秦半两 关键上我们要关注一下 这个钱的形状 这个形状呢 它是圆的 中间呢 开了一个方孔 这个呢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历史上 几千年后来出现了一种质钱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铜钱嘛 铜钱你看 都是延续的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难道有什么讲究吗 为什么把钱筑成这样子呢 那么后世很多人对它进行了研究 就是说它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呢 就是实用性去考虑 实用性考虑 你看中间有一个孔吧 有一孔呢 它容易把钱串起来 就是你好鞋带嘛 你要不得拿的都是伞的 你这样呢 拿个绳把它串起来 串起来你就好带 所以中间呢 留了一个孔 那可是为什么它留方孔呢 它不留圆孔啊 那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 后边的研究 也有一些结论 就是说用方的呀 如果你穿它的时候 穿起来以后呢 它由于方的 它就不容易转 这个拳也不容易活动 不容易活动呢 它就不容易磨损 要不然它老活动 跟其他东西 发生一些碰撞啊 摩擦呀 它就容易破损 所以你弄成方的 它就不容易转动 第二个呢 方的呢 你看秦半两 这不是上面有文字吗 后边的字前呢 文字呢更多了 它方的呢 它文字好排列 它知道是哪边 到哪边怎么去读 如果中间我们想 它如果开成圆孔的话 那文字呢 就得环形地排 你不知道 从哪开始 到哪结束 你读的时候呢 就不好读 所以这是这种 就外源内方的 这种秦半两 以及后边 之前这种形式的 这种实用性角度的解释 那么从它的寓意方面呢 也有解释 就是我们古人的这种 天元地方的概念 就是说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那么天元地方就代表了 有天道 有王道 那么圣人呢 你要按天道来行王道 所以你看 天也有了 地也有了 你圣人呢 按照天道 来统治国家 来治理国家 所以呢 在钱币上面 它也表现出来了 有学者认为 秦朝不但政治上 统一了中国 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及各种制度 这也为融合中原文化 金楚文化 与齐鲁文化等等 打下了基础 使得秦成为 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甚至有学者认为 秦这个名称 是中国在西方语言中的 名称 中国的来源 那么关于秦朝 对于后世的影响 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这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乃至世界的历史上 都是一项非常非常重大的 一个发现 古代的一个奇迹 我们现在看一看 兵马俑的这个正式 这还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兵马俑第一 是有好几个寡 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 发掘的过程当中 秦始皇在那个时代 就让自己墓葬附近的 这个陪葬的这个东西 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规模 这也可见秦朝 他对后世的影响 那么秦朝的影响远远不止 就是在这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这个词 在英文里边 和其他西方很多的语言里边 音发出来叫China 那么这个China 从哪来的呢 有一种说法 就说China 就是秦这个读音 他们用音译的办法 写成了外文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样子 就是秦的强大 使得秦 由对一个地方的名称 慢慢地呢 就能指一个国家了 他首先指当时的秦国 因此当时外族 一些地域的人 管秦国这个地方的人 说中土中国的人 就叫秦人 那么到了现在 地域的概念 真的变成国家概念了 就是China China来源 就是从秦来的 当然 现在也有些研究认为 就是说秦变成China 这个源头 只是一种说法 实际上China 也有其他的 这种考证的来源 比如说有一种 就是说 China来源在哪呢 就是古印度的梵文 梵文呢 写着Sina 这是梵文 梵文呢 比秦朝这个历史记载 还早 他就有了这个Sina的名称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据那个就是清末的 有一个就是才子 叫这个苏曼书 他和后人的这些考证呢 他说梵文里边 这个Sina呢 表示智慧 就他们认为 当时中国呢 是个很智慧的国度 所以呢 用Sina表示中国 那么这个呢 再到了其他外文当中 就变成差异了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就可见呀 就是说秦朝啊 他的这个强大 对后世有很多影响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来说明它的影响 第一个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 叫秦敬之好 秦敬之好呢 表示呢 就是两国之间 有通婚 有婚姻状态 那么为什么非要叫秦敬之好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典故 就是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 这个秦国和晋国 晋呢 当时春秋五霸之一 开始国力非常强盛 他们呢 有这些联姻的事 这个秦慕公呢 当时就娶了 这个晋献公的女儿 后来呢 他又把自己的女儿 先后娶给了晋国的 两个太子 就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秦敬之好 就有了这种联姻 婚姻的这个含义 而另一词 比如叫避秦 避秦我们都知道 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就是躲避秦国嘛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避秦呢 这个秦在这儿 有什么含义呢 我们知道秦始皇 他这个统一之后 他呢 施行的很多政策 有利于他这个王朝的稳定 但是呢 对于百姓而言 他是暴政 所以我们后来才有说法 就是秦始皇呢 是推行的 施行的一些暴政 在这种状态之下 所以呢 很多人就去避祸乱 去隐居 就使得这个避秦呢 就有了避祸乱和隐居的意思 那么在很早呢 秦国呢 就有一些高人 有一些隐士 就曾经躲避过秦国 为了躲避他 隐居到高山里边了 曾经呢 有四大隐士 那么四大隐士呢 我们在史书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记载 那么后来呢 我们知道 避世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到了东京 就是陶约明嘛 陶约明呢 他这个故事 被后边就用到了一些 作品当中 就用了避秦的字样 那么再有一个词 叫秦境高悬 一听这个词呢 可能我们大家 就反映过另一个词来了 反映出说 有一个词叫 明境高悬 你知道为什么 要说秦境高悬呢 实际上 秦境高悬和明境高悬 完全是一个意思 就是表示官员呀 他执法果断 公正 他的明察秋毫 就是这样一些意思 那么明境高悬呢 我们好理解 秦境高悬 怎么理解呢 这里边呢 其实有一个典故 就是说秦始皇啊 传说当中 他有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呢 用现在我们如果解释 就是类似 像一个照妖镜就是 这个镜子 它有个功能 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腹 然后呢 还能看出 这个五脏六腹上 有什么毛病 你有病没有 同时呢 也能看出来 你心里边想什么 有什么心思 秦始皇有了这个以后呢 他就经常拿他 照周围的人 弄得周围的人 都很害怕 因为他照完以后呢 发现如果有哪些人 有些不轨的心思 他马上 就把这样的人 铲除掉 因此呢 因此后边就用秦静高悬 就表示了和明静高悬 一样的意思 可见 就是说秦这个字 从做了这个王朝的名称之后 他除了本身 做王朝名称的这个讲究之外 他后边对于后世 他这个字本身 还衍生出很多的 必须通过一些故事和点击 去了解的背后的故事 那么实际上 历朝历代 都有这样的故事 那么我们下一集 就一起呢 走进呢 汉晋这两个名称的世界 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